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俊24岁来自河南 戴业女嘉宾小陈22岁来自河南 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你怎么了 我感觉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 感情出了问题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一年多了 当时谈了两次 中间分了一段时间 分了一段时间 分了多久啊 差不多有一年吧 谈了一年多 分了一年 是在16年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里面认识的 在学校里面我看见她了 然后感觉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我就上去邀了她的微信 然后就在我们聊天 偶尔也约出来吃饭 感觉还挺合适的 然后就开始对她追求 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以后 感觉就时机还可以了 成熟了 就表白 我们就在一起 这还挺厉害的 但是在一起 发现了我们的价值观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她花钱 我感觉没有节制了 经常会要求我给她买一些衣服 然后我也就买了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 差不多一个月吧 花了有七八千了 因此我就说了她 不应该这样做 那你干嘛给她买呢 因为我想是我女朋友 给她买一副 这钱从哪来的 我特好奇 我是自己攒的 往年的压岁钱 也算是 然后呢 就是因此跟她谈过好多次 她也没有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然后就我挺失望的 然后就逛街的时候 她看上了一双鞋子 然后我当时的确没钱了 然后我就说不买了 那不同意 发脾气 然后我就说 以前给你买那么多东西 我都买了 还在乎这一双鞋子吗 只是真的没钱了 但就是不听 就因为这分手了 那大概是多久钱的事 16年是9月份时候 这隔了这么久 后来怎么又好的呢 后来分手之后呢 她呢也是把 我以前给她买的东西都折线 然后还给我了 你姑娘不错 然后后来一想 感觉 她从而花钱也没啥 我就想有点后悔了吧 然后呢 就继续的保持联系 然后呢 平时呢 也都是两天 都是续航问暖什么的 就是等于没和好 没和好 没和好 开始保持联系 对 就这样呢 持续了一年嘛 然后到一直到 17年10月份的时候 又征盛了 又提出了交往的要求 谁提的 我提的 然后她呢 又同意了 不是挺好吗 但是就发现了 其他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像她在学校 平时会有一些快递 让我帮她取 然后呢 我也就肯定 理所当然的 帮她取快递 她呢 在东门 然后我到西门 去取快递 回来的时候呢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又有一个快递 你再帮我取一下 然后我当时解释了 说不方便 我手里拿了两个快递 不方便 等几天再取吧 她就发脾气 不愿意了 我真真的是 感觉到她不理解我 除了让你拿快递 你还干嘛 还有是她 平时我找她 都等她 她是从寝室里面下来 但每一次呢 基本上都是等了几个小时 有一次呢 是等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时候 我等不及了 我打电话 问你在干嘛呢 在化妆 那你什么时候下来 然后需要十分钟 行 我继续等 又等了半个小时 再打电话 没人接了 然后我就走了 到晚上的时候 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告诉我她 睡着了 我听了很生气 咱俩都约好了 是不是 你睡着了 那不是骗我吗 这姑娘挺有意思的 就男生到现在为止 喋喋不休的 说了这么久 她一句话不差 你在想什么呢 我觉得她说的那些话 都是无中生有 我觉得她一点都不理解我 我呢 是学临床医学的 每天的课都很多 我觉得我现在的 所有的心思 只能用在学业上 我爸妈对我的期望 也特别高 我没有太多的 经历在这份感情中 所以我觉得她太黏我了 我那是就要黏你吗 咱俩正在交往 咱俩刚开始 你追我的时候 你给我买些东西 我只是想试探一下 你舍不舍得为我花钱 而且在第一段感情结束之前 我都把所有东西 大部分折现给她了 这她也说了嘛 正因为她这样才觉得你好 才第二次追你吧 你是同意跟她交往吧 同意了 同意交往 你好好跟人交往 怎么没有经历 但是她总是怀疑我 我每次去上课 不能看手机 然后晚上的话 看到好多个来电 我给她回了 但是她总觉得 我跟哪个男孩出去玩了 这你怎么没说呀 好几次都怀疑 我跟男孩出去玩了 因为这些东西 我满地说的好了 毕竟是和她是在谈爱爱 然后我给她发微信 或者发短信 我感觉很正常的 应该是你回我 但她却没有回我 你是学什么的呀 我是学工商管理的 你那课相对轻松一些 那你知道他们学临床医学的 我知道 但是我感觉 你大学嘛 你赞忙 那什么都是你感觉的 医学院每天的管教都特别严的 对于医学生的要求 也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你在忙 起码你要有时间 去回答我一些东西 但你不能让我感觉到 好像没有你 那你还记得吗 你在你公务员考试之前 他说他特别紧张 让我当天晚上给他写500字 写500字啥 500字鼓励他的话 因为我是想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么淡 我想增加一点恶趣 不要感觉 写了吗 那天晚上我写完时间报告 就是我自己的作业以后 10点半了 然后他说他要让我给他写500字 我知道10点半他还没有睡 然后我就把500字写了 11点半才写 500字的鼓励的话 你是写了些什么 我可都说不出来 我说的是公务员考试 你一定要努力去考 那是你爸妈对于你的几个期望 而且公务员考试一年就一次 因为我希望他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因为他现在毕业半年多了 也没有工作 那不是因为陪你吗 我不需要别人陪我 你就是每天太闲了 总是腾出很多时间来盯着我 但你心不在我这边 他心在谁那边 我不知道 他和前男友有联系 你怎么发现 我看微信发现的 我看两个天记录 那只是我前一段时间 遇到麻烦事情了 因为前男友 他事业挺成功的 而且他是一个走路社会的一个人 想让他给我一些帮助 那不是应该他帮你吗 他跟你 对啊 我是你男朋友 你找我 所以你吃醋了 肯定吃醋 和前男友有联系 不找我 有事给他说 不和我说 我肯定吃醋嘛 后来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然后你就一直说 那你坚持坚持就行了 那你跟你父母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没办法跟我父母说 因为不太好讲 比较棘手 但你可以告诉我嘛 咱俩毕竟在谈 对不对 你又解决不了 姑娘 你在心里能看上那小伙子吗 你说实话吧 没太能看上 那你没太能看上 你跟人谈什么呀 你折腾人家 但是经过一年 他对我的追求嘛 我觉得他挺专一的 怎么说吧 他很多时候 他都是大老远的帮我取快递 大老远的帮我买东西 就是有耐心 当差的 当差的 听明白了吗 你还记得吗 在学校里 我知道你在上学 你没钱 我感觉你生活挺辛苦的 我把自己的钱给你 我让你生活得好一点 然后我是不是没钱吃饭了 我就让你请我吃几顿饱饭而已 你不请 这交出不过分吗 再说 那你一个大老爷们 你温饱自己不能解决吗 那钱不是给你了吗 我哪有钱呢 你回家吃不行吗 哎呀 这不像谈恋爱 你怎么了你 你怎么不找工作呀 孩子 因为我在读书嘛 考公务员 考了吗 考了 现在还没有下个层级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一般嘛 那你最近在忙什么 因为刚考也没事了 现在 反正现在心就是在他那是吧 你希望今天 来个什么结局 是你比较满意的呢 我希望他能认识到 就是说我说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对他做的好多 他应该能看在眼里 哎呀 离开他能活不 也能 能和好的活不 能 啊 能上进的活不 虽然能是能 但是心里面还是会 哈哈哈哈 好吧 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有一个很大问题 刚才公家其实说出来 点出来了 你不自信 你把你那种不自信 所带来那种不安全感 最后怼回这个姑娘身上 都是你不好 你对自己不自信 但你要怪自己嘛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能力呢 我怎么就找不着工作呢 我怎么就不能帮你解决问题呢 怪自己啊 那你怪他 你为什么找钱男友 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你为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 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反而去责怪对方 你为什么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 那你走嘛 认识到自己的小 再去正视别人想要的大 想想自己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才能够从人家的眼里面 变成那个真正的男人 这件事情 比你站在这儿 比你来问我们意见 重要的多 所以 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做一点什么 让我变得更好 而不是你多关心我一点 他又不是你妈 他今天关心你干嘛呀 就这样 好 谢谢我们谢老师 来 来 附老师 我告诉你 你们俩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 为什么 就凭一件事 就可以证明你们彼此之间 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知道什么吗 你把它 省吃俭用 送给你所有的东西 眼都不眨的给二手卖了 女生 你真的要考虑一下自己 你要是不爱别人 你别去招惹这么一个小伙子 你看不上别人 觉得他没有能力 你可以说 你将来努力 但你根本不适合 你为什么要几次三番的 这样去羞辱一个人 怎么在楼上睡觉啊 管你在楼下等多久啊 把你的东西卖了 再认还给你之后 然后你再找我 我们再相处啊 你 你内心何尝对他 有过一点点情感 你别愁眉苦脸了 拜托你就一点 有点鼓起 就这样 对��의好处是 对这种东西